同学们,大家好 那么这一节课呢 我们来学习计算机的输入输出设备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IO设备 那么在这个部分呢 我们将会学习三个部分的内容 分别是这个常见的输入输出设备 以及输入输出接口的通用设计 还有这个CPU与IO设备的通信方法 这三个部分的内容 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 常见的输入输出设备 对于常见的输入设备 主要有制服输入设备 以及这个图像输入设备这两种 我们首先来了解制服输入设备 那么对于制服输入设备呢 其实主要就是键盘了 因为这个键盘呢 和我们的工作密切相关 所以老师在这里面也进行一定的展开 那么对于这个键盘 分为三种 一种是这个薄膜键盘 一种是机械键盘 还有一种就是比较高档的电容键盘 首先对于这个薄膜键盘呢 我们在一些网吧 或者说一些主机的标配当中 都有这个薄膜键盘 那么这个薄膜键盘呢 它的内部是有一个有弹性的薄膜连接起来的 那么这一个就称之为薄膜键盘 接着是这个机械键盘 那么机械键盘呢 就比较酷炫了 很多程序员呢 都喜欢使用这个机械键盘 那么机械键盘呢 它每一个键位都是有独立的轴来连接起来的 所以呢 在敲击的时候 感觉就会好很多 那么对于这个机械键盘 按照这个轴的动落感 声音压力 以及这个键程的不同呢 可以分为黑轴 红轴 轻轴 和茶轴的 那么老师 现在所使用的呢 就是这里面的轻轴 这个轻轴键盘呢 挑起起来非常带感 用来写代码的时候 也非常的清爽 对于这个机械键盘 感谢同学 下来呢 也可以去实体店 来体验一下这里面不同的轴的敲击的感觉 接下来 我们再来了解图形输入设备 那么对于图形输入设备呢 主要有鼠标 以及设计师常使用的数位板 还有这个扫描仪 首先是鼠标 鼠标呢 很多同学都所了解了 那么在这里面不再展开了 接着是这个数位板 那么数位板呢 它主要是给设计师所使用的 主要包括这个输入板 以及加感笔这两个设备 那么这个数位板呢 主要是用于绘图设计创作所使用的 接下来再来了解这个扫描仪 那么现在呢 扫描仪主要是将这个图形信息转换为这个数据信号 现在很多打印机也是集成了这个扫描仪的功能了 接下来再来简单的了解图像输出设备 那么对于图像输出设备呢 主要有显示器 打印机和投影仪 首先是这个显示器 那么显示器呢 可以分为这个CRT显示器 也是我们以前常说的大水牛 还有这个液晶显示器 那么现在呢 计算机主要是使用这个液晶显示器了 同时还有这个打印机 以及在教室 简单里面经常使用的投影仪 那么这些呢 都是计算机常见的图像输出设备 好的 了解了第一个部分的内容 我们接下来再来了解第二个部分的内容 输入输出接口的投影设计 对于这个输入输出接口的投影设计 我们在了解这个投影设计之前 不妨来想一想 如果说要设计这个输入输出接口的话 需要完成哪一些工作呢 首先呢 我们需要读取设备里面的数据 所以这个接口一定要支持读取数据的功能 同时这个接口还允许我们向设备发送数据 或者是写数据 还有我们的接口需要判断 这一个设备有没有被占用 如果被占用的话 我们怎么办 如果没有占用的话 我们又应该怎么办 还有就是我们的接口要允许我们判断 这个设备是否已经连接 还有就是这个接口要允许我们判断 这个设备是否已经正常的启动了 那么这些问题下来呢 就是我们需要设计一个 通用的输入数据接口的需求 其实啊 对于这个输入数据接口的通用设计 这个接口呢 主要有数据线 状态线 命令线 以及这个设备选择线 我们接下来就来简单的了解 这个接口 通用的这几个线的具体的功能 首先 我们来了解这个数据线 那么对于这个数据线呢 是IO设备与主机之间进行数据交换的信息传输线 那么根据IO设备的不同 这个数据线就可以分为单向传输的数据线 以及双向传输的数据线 其次是这个状态线 那么对于这个状态线呢 主要是IO设备状态 向主机报告的信号线 通过这一根线呢 主机就可以查询 IO设备是否已经正常连接 并且已经准备好了 同时呢 通过这个状态线 我们也可以查询 这个设备是否已经被别的进程所占用了 那么这个就是状态线它所提供的功能 接着还有命令线 那么对于命令线呢 它主要是用于CPU或者是主机 向IO设备发送命令的信号线 比如说发送这个读写信号 又或者说发送启动和停止的信号 在这里面你可以拿这个磁盘做一个例子 假如说我需要读取某一个区域的信息的话 那么我们的CPU就可以通过这个命令线 向这个硬盘发出读的信号 对于这个启动和停止的信号呢 我们也可以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主机里面的光区 我们就是通过这个命令线 往这个光区发送启动或者是停止的信号 来启动和停止这个光区的马达的 接着还有设备选择线 那么设备选择线呢 主要是主机选择与IO设备进行操作的信号线 通过这一根线呢 主机就可以对连在总线上的设备 进行地址的选择 举一个例子 假设在USB总线里面连接了三个U盘 那么这一个时候计算机呢 它需要对某一个U盘进行读写操作的时候 就是通过这个设备选择线来选择 具体的U盘进行操作的 好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输入输出接口的通用设计 在这里面主要是介绍了 通用接口的四根线 有这个数据线 状态线 命令线 设备选择线 接下来 我们再来了解 这一节课的第三个部分的内容 CPU与这个IO设备的通信方法 那么在这个部分呢 主要有两个方法是需要学习的 分别是这个程序中断的方法 以及这个DMA直接冲出访问的方法 在继续学习这些方法之前 我们首先要了解的一个前提 就是CPU的速度 与这个IO设备的速度 是不一致的 CPU的速度呢 可能是IO设备速度的10倍 或者是100倍以上等等 那么这个前提呢 我们在前面第二章的时候 也有所介绍 在后面 我们也会不断的提及 这里面的这个概念 了解了这个前提之后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方法 就是程序中断的这个方法 那么对于程序中断呢 当这个外围的IO设备 准备就绪的时候 就会向这个CPU发出中断的信号 那么在CPU的内部呢 有专门的电路 来响应这个中断的信号 当这个CPU收到这个中断信号的时候 就会暂停当前手上的工作 转为处理外围IO设备的工作 等这个外围IO设备的事件 处理完成之后呢 CPU才会重新加载之前的工作 继续进行之前的工作 我们通过一个图示 来理解这里面的程序中断 假设这里面是时间轴 那么这个时候呢 有CPU和外围的IO设备 打印机这两个设备 我们现在就以这个时间推进的方式 来理解这里面的程序中断 首先呢 在某一个时刻 CPU在执行主程序 这个时候呢 打印机它是待机的状态的 接着在某一个时刻 CPU发出了一个信号 就是启动打印机的信号 启动之后呢 CPU继续执行主程序 那么打印机在接收到这个启动的信号之后呢 就会进行准备的工作 准备了一段时间之后呢 准备完成了 那么准备完成的时候 打印机就会向这个CPU发出一个中断 CPU在得到这个中断之后呢 就会响应这个中断 需要注意的是 这个响应不是立即发生的 可能会延时 在这里面为了简要的介绍 我们在这里面的图示 显示为这个CPU立即响应这个中断 这里面大家需要注意一下 那么CPU在响应这个中断之后呢 就会进行发送数据的操作 同时打印机也会进行 接收数据的操作 接着在某一个时刻 CPU发送完成了 那么CPU就会进行中断返回 继续执行前面所执行的主程序 同时打印机呢 也会开始打印数据 那么这个就是程序中断的 一个简化的流程 简单的总结 这个程序中断的方法 那么对于程序中断呢 它是提供了一个低速设备通知 CPU的一种一步的方式 那么这个方式就是低速设备发出一个中断 然后让这个CPU来响应这个中断 同时因为有了这个程序中断 那么CPU呢可以在高速运转的同时 兼顾低速设备的响应 也就是说CPU在没有中断的时候 可以主要的执行自己的主程序 当这个外围的低速设备发出了这个中断之后呢 CPU可以结束手上的工作 来处理低速设备的请求 那么这个就是程序中断的方法 在这里面虽然说通过程序中断 CPU可以在高速运转的同时兼顾低速设备的响应 但是在这里面如果频繁的打断CPU 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因为这样子呢会降低这个CPU的使用效率 所以接下来我们来学习第二个方法 那么第二个方法呢 就是DMA直接存取器访问的方法 那么对于一个DMA呢 它其实也是一个意见的设备 DMA直接连接组存与IO设备 在需要进行通信的时候 DMA工作时不需要CPU的参与 我们来看这一个图示的例子 对于主存与IO设备的缓存呢 它们之间并不是直接连接的 而是通过这个DMA的设备进行连接的 那么当这个主存需要与这个IO设备 进行信息的交换的时候 就不需要中断CPU了 因为有这个DMA呢 就可以处理主存与这个IO设备 进行信息交换的操作 所以呢通过这个DMA 直接处理主存取器访问的方法 可以大大提高CPU的效率 因为有了DMA之后呢 我们IO设备在就绪的时候 再也不需要打断这个CPU的工作了 对于这个DMA呢 我们在平时的硬盘 以及响卡里面 都有这个DMA的这个设备 好的 那么这个呢 就是CPU与IO设备通信的两个方法了 有这个程序 针断 以及这个DMA这两个方法 最后我们简单的回顾 这一节课的主要内容 分成三个部分 有这个常见的输入输出设备 输入输出接口的通用设计 还有这个CPU与IO设备通信的两个方法 那么通过这三个部分的学习 我们就了解了计算机的输入输出设备